第七十七集 地狱考验 马四海的血可真是好东西 宝剑上蹭满了血 剑光大胜 马四海由招架变成了反攻 也没什么招数 就是一通乱砍乱劈 仰仗着宝剑的法力 逼得牛头节节败退 一个不留神 被马四海一宝剑在腰上开了个口子 马面一剑师兄受了伤 在马四海身后挥挤就刺 马四海把剑往身后一扬 挡下了这一招 猛一反身 双手握紧了剑柄 使足了力气 冲着马面就劈了下去 马面一剑着势头也怕了 忙举己向上一迎 耳阔中就听得当狼一声 马面的兵器被劈断了 脸上也挂了彩 牛头马面全都吃了亏 捂着伤口后退了几步 不敢再战 再看七叔那边 一番缠斗下来也见分胜负 先是黑白无常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翻天印 被打到了墙上 白无常想趁七叔对付黑无常的时候从身后偷袭 挥舞灵番射出数十张符纸直奔七叔 七叔双手运力 又结了一个翻天印 迎着符纸推了出去 两者相交 符纸被击成了飞灰 白无常也被打了个正招 飞出去老远 七叔以一敌二 解决了冒牌的黑白无常 到底是冒牌货 你们这两下子都不计黑白无常的百分之一 七叔和马四海都占了上风 小江可还没结束战斗 被三只人头犬追得上窜下跳 师父 这几只赖皮狗很难缠呢 打狗要用棍子才行 七叔从地面上捡起一根木棍 告诉小江那三个虽是人面 却是狗姓 狗怕什么 狗怕棍子呀 七叔抄起木棍 打在了人头犬身上 是连接崔副官脑袋的那一只 这一棍子下去 崔副官嗷的叫了一声 夹着尾巴跑到了一旁 七叔如法炮制 又打跑了另外两只人头犬 打跑了人头犬 七叔问小江和马四海 你们俩没事吧 没事 师父 看着挺厉害 都是纸老虎 师徒三人都脱了困 转回头瞅瞅邋遢道人 他被一群妖魔鬼怪围在当中 情急之下拿出了统领一通摇晃 你还别说 他这一招还真管用 听我号令 排成排 站好了 全都给我滚到门外去 那些妖魔鬼怪 有魂有魄的 全都被他射住了 按他的号令 整整齐齐地排起了队 邋遢道人把统领往门外这么一晃 那些被射住了魂的妖魔鬼怪 全都走出了门外 马四海见邋遢道人 好几次用铃铛射魂 招魂 觉得那铃铛还真是好用 就嬉皮笑脸地想讨要过来 哇 师叔 你这铃铛还真厉害 能不能送给我呀 你若肯拜我为师 待我百年之后就传给你 那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只认我师父这么一个师父 马四海一听要换师父 也就没了兴趣 他们这边脱了困 牛头马面黑白无常那儿 可就看不下去了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想抓小阎王 看你们能不能过得了地狱 白无常说 小阎王在第九层地狱等着你们呢 说着话 用脚一踩触动了机关 亲叔等人就觉得脚下晃动 大家小心 地面整个塌陷下去 一行四人全都跌了下去 开始四周是一团漆黑 然后下面开始泛起红光 温度也在升高 脚下纵横交错的出现了许多桥 小江落到了其中的一座桥上 眼看着七叔从身边继续跌落 师父 他那边想抓七叔没抓住 这边马四海也跌了下去 师兄 小江正着急呢 听到身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小江回头一瞅 吓了一跳 身后站着一个怪物 身上长了好几个脑袋 有猫的 有狗的 还有兔子的 一只手是鹰爪 另一只手是兽爪 那几个头同时向小江嘶吼着 这是什么 小江不知道眼前的是啥 也不知道在哪传来了无极的声音 这些都是被你吸血而死的 如今他们要向你锁命了 怪物向小江冲了过来 这会儿的小江比普通孩子也差不了多少 吓得猛地往后退 退了几步 感觉脚下好像踩到了一些枯枝和草地 他回头一瞅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当年他住过的山洞下 小江愣神的功夫 怪物已经冲到了近前 伸出魔爪向小江抓了过来 小江身底大树 已经无路可退 往旁边一歪头 鹰爪抓到了树上 撕扯掉了一大块树皮 小江心知不是对手 找到一棵缠满枯藤的大树 想爬到树上躲避一时 可他刚爬到高处 那怪物向上移动 跃起老高 冲着小江挥出了兽爪 小江往上一跳 那怪物一爪拍断了粗壮的树枝 小江趁机飞起一脚 踹在了那颗兔头上 怪物下落的同时 伸出鹰爪 抓住了小江的衣服 扯着小江一块掉了下去 怪物稳稳地落了地 抓住小江的手猛地一挥 小江被甩出去老远 重重地摔在一棵树上 摔得小江眼貌金星 可不等他喘口气 那怪物又冲了过来 而且速度极快 小江来不及闪躲 被撞了个结实 小江就觉得五脏六腑都错了位 一阵眩晕 慢慢地倒了下去 那怪物抚下身来 几个头同时张开大嘴 开始在小江身上吸血 小江感觉到身上的血液 慢慢地被吸干了 同时身体里的野性 开始恢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